上面長了一堆狗牙 啊有些 龍色藍有些東西會在上面 酸那個 那個叫做筋 在地底下 然後在遠遠的地方就 噗噗噗出來 那也是他的一個繁殖 這些繁殖都是屬於無性生殖 那有性生殖就是 一個甘跟一個木耳 所以就是要雄蕊跟雌蕊 要把它們配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配出一個新的品種出來 所以這個是有性生殖 所以像這一種 種久了以後呢 它其實還蠻會長的 不過在市場上面呢 這樣可以很頭痛 這麼一張兩百塊就不會出來了 東西一多了以後呢 就會有一些 它的一個篩幅 有些東西的秘密很漂亮 好再下來呢 這是屬於這個美骨龍 美骨龍呢 它的名字呢就是 你可以看到 在前面就是美骨吧 你們也要明明來這裡 你們可以看到嗎 這是美骨龍 美骨龍呢 也是一個很 用來造景 什麼東西 很 通用的一個品種 這是我自己看到的 你看它的斑紋 我會在長在裡面的 你們結束了以後 可以到我們賣農所在那邊去看 長在裡面的這叫中斑 很容易記吧 然後這個斑呢 長在外面的這叫護輪 這是最基本的兩種 那有時候呢裡面的那個斑紋 是條形狀的 也有那樣的 好 美骨龍 那一般來講 中斑會比較貴 因為出現中斑的距離比較少 好 那 這個是護輪的 發辦會比較便宜一點 今晚這一張 謝長的培養出來 可能18斑就不對了 那現在18斑就不對了 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 下面長一堆啊 長一堆的 到時候都有這樣 這是我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一個中斑 這張圖也很大 下面小朋友也是一堆的 那現在沒有人來 所以我懶得拆 對 真的 那這個還要跟他講 植物 尤其是龍色蘭 那些龍色蘭來講 龍色蘭呢 有它的 種植才有它的頭痛的地方 我一陣子呢 我發現呢 上面都被啃了 然後呢 尤其是下雨天以後 那我發現 哎呀 過你們很多 所以你把東西擺在 把它架高 或是說 你在培養的時候 或是放在地上 今天也會啊 蝸牛 大的這個 你還可以看得到 那小蝸牛的時候 還看不太容易看 你要抓都不能夾 大家什麼 不要噴一下 像我們整個平壤廠那麼多 好幾萬噴 你怎麼不噴 所以這個東西 我後來 這邊擺了一些專門殺蝸牛的人 去看 一個禮拜 大概後面十幾二十隻 一堆 這也是一個很 很頭痛的一個 蝸牛 另外一個 你把它整理 這個 養這些東西 其實還要考慮 這個東西殺死的 把它弄得 那個貓威進來大便 他以為那是他的貓殺 那還是滿頭痛的一個事情 然後呢 在病蟲害 病蟲害包括兩個東西 都要有這個概念 那假定是病菌種 假定是蟲害的話 有時候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你假定養的東西不多 其實很簡單 好像拿起來 沖一沖 頁面或是精怪把它沖一沖 可以沖得掉的 哪一種的 有一種 有些蟲害 是沖不掉的 有些可以沖得掉的 你就把它沖掉 把它沖取掉 你可以支持滿長的一段時間 那你假定真的沒辦法 就是要喝一點藥 那病 病的話就是麻煩 那個病呢 有一個你就假定真的不噴 那保持乾燥 就是一個 保持乾燥 有時候我再換個地方 擺的話 就是另外換個地方 這個培齒 它有時候呢 還有一點笑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 碳區 碳區菌 那碳區菌它有一個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那個葉片上面 開始你會從中間那邊流龍 那大部分都是碳區菌 你把它保持乾燥勉強的合一 那一般來講你要下藥 哪一種藥會有效 那一般來講 同一種藥放太多 會有一種藥汗 所以呢 你要用不同的藥去噴它 也是 也是 那個也是一種邪問啊 然後我問專門寫原意的 他都不太敢講 因為 講了以後我把它當作聖經 那就麻煩了 好 因為其實這蠻麻煩的 那這蠻 那這蠻 應該要不要 眾多人 都會很怕這個東西 我們眾多人 都會很怕這個東西 蠻害也是相當頭痛 好 它有很多藥 我也是會噴 好 那這兩個 這剛才講說 你這個 長的這個碳區菌呢 怎麼辦 你把它保持乾燥 那偏偏呢 你假天是種蠻 它喜歡乾燥的 你知道它困染的也可怪 所以你又會給它潮濕的關係 太潮濕的地方呢 長貪心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很活動 那另外一個 龍蛇人有龍蛇人蠻 到底真正的身體 怎麼樣再有龍蛇人蠻 其實我也不會懂 那種蘆蠅的 所以我也在輪蠅的蠻 種外面的各種多多類 各種不同的蠻 所以其實蠻的種類很多 那 你現在假天到我的攤位上面看 我葉片上面呢 有一種藥呢 像是紫色的那個東西 那 那是某一種 就前幾滿 它的噴過的藥 留下來的樣子 其實我噴過兩個月以上了 它上面還是有一點那個 藥的那個痕跡在上面 沒有噴藥 不太會好 好 我沒有聽說過可以不噴藥的 剛才講說 炭基可以把皮乾燥嘛 對不對 但是種了滿以後 沒有噴藥 啊有一個方法啦 有人教的 他說你就把牠全部丟掉 這到底是方法還是不是方法 我媽媽不在 好 那這是 美國龍就是沒有搬滾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它也是 很容易生長的一個品種 好 這是雷神 雷神呢 雷神有個特徵 雷神呢 雷神呢 其實呢 是不長側遙的 很多朋友都有雷神 你會長側遙的 就不是雷神 OK 那有人講說 那不然這個叫 王冠雷神 好吧 那就叫王冠雷神 這找齊爾 這找一顆 這要賣有幾千塊 我那邊應該還有一顆 好 好 大部分長成類似這個樣子的 身下面小孩子一堆的 其實是叫聯邦玫瑰 我直接依它的銀 好像貝德羅斯 這叫其實就是 聯邦玫瑰 那上面呢 有這個花紋的 重班的 也有重班會長得很漂亮 好 這個重班不太明顯 一般來講 你有出景的 還要看它景出的狀況 到底怎麼樣 現在喔 現在還有一個品種 上面呢 中間出班 我叫中班 中班是白色的 好像是 霍利達的話 那樣子 你可以還好幾萬塊 現場 小鳥 好 那像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它長得一對一對 你看我的 我的都很白色 就是代表 像這樣的 這個 你假定說自己 要造油或是什麼東西 你只是自己好玩樂 你不是去追品種 你就自己看著漂亮的 你不一定要挑那個貴的 好 再來是楊貴輝 楊貴輝我最早看到的是這一顆 那時候在虎翔看到的 好像要賣我八千還是多少 也很忘掉 那現在還是屬於蠻 蠻漂亮的一個品種 那一邊是雷神的 原生的樣子 好 再來是鹽龍 鹽龍 鹽龍農年早上 我以前我都分不清楚 好 各位知道鹽龍嗎 好 生命禮儀公司的鹽龍 那我也知道 後來呢 其實還蠻簡單的 懂嘛 對不對 也是它的形容詞 就是 國語裡面的主詞都放在後面 所以一定是鹽龍 在台灣 我們美麗的報導 很多人玩農舌盤 就是要玩什麼東西 這一瓶 所以這一瓶後來我就再把它擺進來了 這邊很多 這裡面 各位你們可以去問問價錢 你們說裡面有沒有鹽龍 我的好像剛好賣光額 其他家還有 鹽龍一大堆 台灣人很喜歡鹽龍 因為鹽龍呢 可以把它塑在一個盆子裡面 大概說到不大 好 有些人說一小一好 到三層四吋 放在兩台上面可以擺一些 好 那 你只要不要放大一點 其實我最大的一顆 在我原來的鹽子裡面 應該是第二大 有一個是要用卡車上吊的 有一顆是大 一尺多 一公尺以上的 根本在這三個人 然後要用小辦法用卡 可以長到很大樣大 那我自己 我是喜歡一個大一好的 那他的變化很多 那台灣人要的 要的是他們的刺 他們的刺 要 越狂越好 OK 所以 那邊很多 你真的你們可以去參觀一下 你可以算天家鹽龍都大 然後你會看到他的刺很 很硬 很顯著的 還有一個 刺到底是白的 或是黑的 也不太一樣 所以各位可以去參觀一下 這是鹽龍 那我所有的真例呢 是 前一陣子炒得很厲害了 因為有一種是 業配上面會長得白白的 有人說那是屬於不同的品種 那就 就連國外都在炒 就在國外的那個龍板 都在炒 那其實呢 應該還是屬於同一個品種 那這就來了 植物的分裂呢 其實 我大概沒時間講那麼多 其實裡面有很多可以討論的 各個空間在裡面 好 然後這次 這次